你永远想不到人性有多坏 更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女孩 看着马上要掉进泳池里的弟弟 女孩却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好在小孩妈妈及时赶来 才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 她大声地埋怨着丈夫的不小心 听着他们的吵架声 女孩心情却是十分地舒畅 而就在丈夫准备离开时 却发现了泳池边的那颗小灵石 这也让她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女孩名叫爱玛 是曾经连杀四人的暗黑小萝莉 如今的爱玛已经长大变美 可她的心却变得更加扭曲 自杀害自己的父亲后 一直被寄养在姑姑家里 在姑姑和姑父面前 爱玛一直是一副乖乖你的形象 在学校里 爱玛也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 可在背地里 爱玛依旧保持着童年的习惯 每天对着镜子练习着自己的伪装 这天姑父给爱玛送衣服时 无意间在她的抽屉里 发现了自己丢失的雕刻刀 这让姑父对爱玛有了戒心 于是决定把爱玛送往寄宿学校 而最后姑父还提醒她 自己找到了丢失的刀 这也让她对姑父充满敌意 回到房间后 看着被拉开的抽屉 她激压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抱着枕头开始大吼起来 为了不失去现有的生活 她决定要给姑父一个教训 晚上做饭时 姑父忙着去接电话 拜托爱玛帮忙看一下锅 结果她故意往锅里倒很多油 将火开到了最大 成功把整个锅点着 姑姑听到报警器赶来厨房 这时爱玛却假装扑灭大火 而她所做的这一切 为的就是体现出自己的重要性 从而可以不去寄宿学校 可这次爱玛却失策了 姑父和姑姑并没有改变主意 为了解决姑父这个麻烦 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着 跟姑父道歉的话术 随后她找到姑父 道歉并承认了自己藏刀的错误 姑父虽然一脸惊讶 但还是选择原谅了她 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这天晚上 爱玛受邀参加闺蜜的派对 而这刚好可以制造完美不在场证明 她决定对姑父痛下杀手 你知道天生坏肿的女孩 到底能有多狠毒吗 趁着姑父在修理汽车时 爱玛直接把灯给关掉 姑父探出身查看情况 却发现一个身影闪过 可下一秒 姑父被汽车死死压住 痛得大叫起来 在昏迷之前 她隐约听到了一段口哨声 随后爱玛以最快速度赶到闺蜜家 无比开心地参加起派对 不久后姑姑回到家 发现了被砸伤的丈夫 紧急将她送到了医院 还好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 但陷入了重度昏迷 爱玛赶到医院后 装作一副伤心的模样 看到姑父并没有死 她心里却是非常遗憾 回到家后 爱玛重新偷走了姑父的刀 还很开心地清理了车库的血迹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姑父就醒了过来 并且还在纸条上写下了爱玛的名字 然而姑姑却误解了她的意思 还以为姑父在关心爱玛 再得知姑父醒了过来 爱玛内心变得不安起来 而此时 一个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这天班里转来一名新同学小卡 她和爱玛来自同一个地方 眼神中却对爱玛充满了敌意 课间的时候 小卡坐到了爱玛的旁边 聊天中她故意提起爱玛的父亲 而小卡似乎知道爱玛的所有秘密 这也让爱玛有了一丝警惕 学校的舞蹈队正在竞选队长 而爱玛的竞争对手却是自己的闺蜜 为了成功选上队长 她盯上了闺蜜家的宠物狗 小狗被她带到了树林深处 然后残忍杀害了她 隔天一早 闺蜜因伤心过度没来学校 没办法参加舞蹈队的竞选 爱玛本以为自己势在必得 可队员们还是把票投给了闺蜜 这也令她十分不爽 一个更可怕的计划即将展开 第二天 闺蜜收拾好心情回到了学校上课 爱玛则露出了邪笑 因为她知道闺蜜患有光明性癫痫 于是故意给闺蜜发送闪图 闺蜜看完直接抽搐倒地 而医务室里的药物早被爱玛拿走 导致闺蜜无药可依 离开了人世 而这一切全被小卡看在了眼里 这天小卡在学校拦住了爱玛 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她就是小时候被爱玛故意撞倒 趁机偷走她表的那位女同学 随后她说出了这些年爱玛的所作所为 推同学坠崖 大火烧保姆 枪杀自己的父亲 包括闺蜜的小狗惨死 还说这一切全都是爱玛所作 但爱玛却不承认 反而警告她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哪天意外就会降临在她头上 小卡被气得狠狠甩了爱玛一耳光 这一幕正好被暗恋的小黑看到 她立刻装出了一副可怜的样子 这天老师找出一段视频拿给了姑姑看 却发现是爱玛抱走了闺蜜家的狗 当天晚上她就找到了爱玛 质问她闺蜜和她家的狗 是不是都与她有关 爱玛否认着说 她说只是抱着小狗玩了一回 然后就放走了并没有伤害她 而闺蜜的是她称更不知情 姑姑看着爱玛一脸委屈 只能赶紧安慰着她 姑姑此刻也对她产生了怀疑 于是她上网查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爱玛很可能是反社会性原格 她决定去找之前哥哥的邻居问问情况 而爱玛和姑父这边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这天在院里吹风的姑父有点冷 想让爱玛扶上轮椅 可不管她怎么叫喊 爱玛都不回应 直到保姆出现 爱玛这才假惺惺的过来询问情况 见姑父并没有说什么 爱玛挑衅的吹起了口哨 正是这一举动 让姑父确认了车库发生的事故是爱玛做的 有一个腹黑的侄女究竟有多可怕 她不仅会想方设法弄死你的孩子 再得知你要送她去寄宿学校 还要千方百计害死你 在姑父知道爱玛就是害自己的人后 当晚就找到了爱玛 说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 可她并没有告诉姑姑 而是威胁爱玛让她离开这个家 这也让爱玛加快了自己的计划 第二天 姑姑为了验证自己的怀疑 准备去拜访一下之前的邻居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特地放了一个玩具熊监控 随后她找到了哥哥的邻居 邻居复述了当时的情况 这也让姑姑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而家里的爱玛也开始了自己的灭口计划 她来到姑父的房间 将小熊的头巢向了墙 还顺手拿走了姑父的手机 姑姑想打电话告诉丈夫真相 可却一直联系不上 随后爱玛打电话给小卡 说只要她来家里 就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她 接着又给暗恋她的小黑打句电话 说她约了小卡前来叙旧 还说小卡一小时后会走 让她之后过来聊聊 很快小卡就赶了过来 爱玛热情地递给了她一杯热咖啡 看着小卡喝起咖啡 爱玛则大方地承认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还说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策划 包括今天晚上的计划 小卡听到后想要起身 却发现没有一点力气 原来热咖啡里 早就被她放入了大量安眠药 接着爱玛拨通了911 然后装着非常惊恐 哭着对警察说 有个女同学疯了要放火烧死她 做完这一切后 爱玛来到厨房打开了所有的燃气灶 准备开始放火 这时双腿被砸伤的姑父 听到了孩子的哭喊 她拖着受伤的腿艰难地爬上了楼 却发现哭喊声是手机录音 楼下的爱玛已经将汽油 洒满了各个角落 然后还伪装成是小卡干的 而此时姑姑也赶了回来 爱玛装作一脸惊恐的样子跑了出来 然而看到家里的火灾 姑姑不再相信爱玛 随后直接冲进火里 而当姑妈刚找到丈夫 就被屋内的烟雾熏晕倒在火海里 等到消防车来到时 爱玛则抱着孩子大喊求救 这时小黑也恰好赶到 他紧紧地抱住了爱玛 看着房屋燃起的熊熊大火 爱玛又露出了邪恶的微笑 而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呢